2018年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迎来大福利,可领近万元补贴 2017年开始,我国开放了二胎政策 以前有很多想生不能生的家庭在为二胎做着准备 在农村你会发现,大街上多了很多怀孕的妇女 孩子多了是好事,但是有些家庭因为年龄原因或者自己不想再生 这样的独生子女家庭以后养老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国家为了帮扶农村独生子女家庭 新定制了几项关于农村独生子女的补贴 第一项,家庭奖励 很多独生子女家庭里都会有一个光荣证 这个证书是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农村村民响应国家号召给只生一个孩子的证明 应有此证书的农村家庭可以定期领取独生子女家庭奖励 补贴金额的多少呢,根据每个地区的经济情况而定 一般每个月的补贴金额为几元到几十元几百元不等 第二项,教育补贴 为了奖励独生子女家庭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子女考上大学之后 可以领取最高5000元的教育补贴 这个补贴金额也根据地区经济而定 一般不会低于3000元 第三项,养老补贴 为了减轻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负担 国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以及双女户 父母满60周岁以后 两位老人每人每年可以领到不低于960元的补贴 各地会有差异 此项补贴与老人 农村老人常说的老人钱一起发放 第四项,伤亡补贴 对于一些独生子女户 子女有伤亡的家庭 会有相应的补贴 若是子女早亡 失姑的父母 可以每个月领取300到500元不等的补贴 若是子女有伤残的家庭 父母每个月可领取270元的生活补贴 除以上补贴之外 还有一些地区独生子女升学考试加分都有奖励 很多村民朋友说自己从来没有领取过这些补贴 这些情况也不能怪谁 因为这些补贴又不是直接发给村民的 是需要村民申请之后符合条件的才能发放 申请的时候你还需要带着身份证 户口本 结婚证 以及独生子女光荣证 到村委会办理相关手续 小编现在也想了解一下 在看视频的家长朋友们 你们都领过补贴吗 没领过举手我看一下 想了解更多关于农村新鲜事 农村新发展新政策等资讯 可以关注我们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您一定要通过点赞转发和关注 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对于视频有什么疑问的 也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看到后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